今天如果我们要请一个咖啡头手 应证他的时候 我们要问些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将会列出四个问题 您一定要问他的 来证明说 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师傅 尤其是第四条 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要把咖啡冲得更浓 冲得更高 在没有影响咖啡成本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怎么冲咖啡才会更浓呢 第二 有一些顾客呢 来的时候就会讲 我要浓一点 我要搞一点 身为咖啡师傅的您 我要怎么确保我每一次家搞 都是一样的这么搞呢 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 控制每一杯的咖啡成本是一样的呢 第四道问题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咖啡放酒会变酸 咖啡师傅要怎么样解决呢 这五道题 对于一个咖啡师傅来讲 应该很拿手 对于咖啡是非常有掌控的 知道如何冲咖啡 怎么去控制成本 怎么去把控停止 如果今天您不要烦恼这一些问题 咖啡机是我们不二的选择 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咖啡机 如何可以帮我们减轻对人手的依赖 欢迎您联系我 来更深入的了解 咖啡机怎么样冲咖啡 更重要的是 适合咖啡机冲出来的咖啡跟茶 确保跟你的茶室是味道匹配 或者是更好味道的